中秋佳节就要到来了正式赏月品茶的好时机 为了推广桃园出品的桃印红茶 每年农会都会举办评鉴比赛 今年由于气候比较异常 导致产量较为减少 只有2450台金参赛 但不论是茶经的栽种 或者是制茶的环境跟技术都大有提升 市长也拍胸铺保证 桃园的桃印红茶绝对是中秋送礼的最好选择 接过市长亲自颁发的特等奖牌匾 邱国雄和邱建祥父子的满脸骄傲藏不住 因为今年的特等奖和头等奖 都是由邱家父子独得 今年的桃印红茶评选比赛 受到天后影响 虽然只有245个点 2450台金参赛 但是制茶环境和技术都有明显提升 能够脱颖而出实属不易 气候比较异常 全球暖化 但是茶要做得好 还是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 今年的茶 由我们茶盖厂的专家指导 及很用心的制作 可以得到这么好的品质 是实在很难得 因为在气候条件没有很好 要去克服之下 必须要用人定盛天的精神 好好的来做茶的精神 像长辈学习的精神 把茶做得这么好是不容易 今年的评选以茶样 茶汤 茶色 口感等项目个别给分 获奖的红茶都是茶汤 红艳成亮 香气淡雅 不管是冷泡或是热饮 都独具风味 而为了让桃園红茶走出桃圆 市长也计划推动 TAP认证计划 让消费者买的安心 农友的用心也能被看见 我们桃圆的茶产业560公顷 每一年产值有5亿元左右 那我们每一个品牌都用心经营 希望这次的评鉴 能够把我们品牌价值可以提高 未来我们桃圆市的农业政策 那么也会推动生产履历制 TAP制度 让大家看到产品 就看到它的产地 看到它的身份证 那这个TAP制度会辅导 我们的各产销班 来使用这个标签 那也会经过认证 那所以将来桃圆的农产品 都有身份证 农业局表示 桃圆红茶量产其 正逢中秋佳节期间 除了柚子和月饼等应景礼品之外 更可搭配桃圆红茶 作为最佳伴手礼 以创新包装行销 让民众都能安心享用 名贯台湾的极品好茶 桃圆新新闻时代林市府采访报导